星二代惹祸,喜翔自暴和迪英子未婚生子!监狱过来人提点孙曼作! 星二代惹祸,喜翔自暴和迪英子未婚生子!监狱过来人提点孙曼作!日期,2018年4月1日! 作者,静传媒,分类,名人娱乐,浏览术,十五。 迪英和孙鹏独子孙安佐在美国被捕,震撼台湾演艺圈,但又有番外篇,艺人喜翔自暴,和迪英的姐姐迪妹未婚生子,等同于孙安佐无缘的仪仗。 孙安佐在美国被抓,让迪英的姐姐迪梅也出面为侄子不舍,而迪梅也有个26岁的儿子在美国读书,《苹果日报》报道,曾演出电影《总铺师》的艺人喜翔,受访时曾认自己就是迪梅孩子的爸。 喜翔透露,多年前和迪梅未婚生子,但因迪梅觉得她花心而分开,两人的儿子还曾经当过迪英和孙鹏婚礼的花童,对于孙安佐被捕。 喜翔感慨道,希望给年轻人一个机会,如果真的进去关出来一定会跟住遍,监狱里就是个黑暗的。